這位消息來看到這警方 獲報一名女子機車被偷走 全力動員找小偷食 就在路口 喬玉穿著三十二號T恤的 竊賊 這警匪逆向追逐一段距離 之後成功的將人壓制 警方接獲被害女子報案 放在家門口的機車 因為沒拔鑰匙被人騎走 警方調閱機視器後 發現是一名身穿藍色上衣 短褲的男子騎走 結果就在停等紅燈時 喬玉身穿三十二號T恤的竊賊 他很好找 我跟你講三十號 所以他會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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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十二號選手擊落了 援警全力動員搜查 在案發後兩個小時 逮捕五姓嫌犯 警方攔截他時 他一度拒檢逃逸 警匪雙方還逆向追逐 一段距離 終究敵不過警力 司機拔取鑰匙成功壓制 原來這名無姓嫌犯 平時居無定所 是一名貫切 因為看到機車鑰匙沒拔 貪圖方便 於是竊取代步 沒想到賊心該敗 就在等紅燈時 被警方逮個正著 人贓拒貨 警方訊後 將他依照切到罪移送 將機車還給被害女子時 還提醒他說 下次停車時 要記得把鑰匙拔下